12月14日,台湾知名人士、新党前主席、亚洲医药网董事长郁牧明 率两岸医疗及高层次人才创业团一行16人 考察海南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地 寻找自贸港医疗、康阳领域发展机遇 搭建台湾青年再穷创业的平台 郁牧明在参访时表示,海南岛与台湾岛地缘相近、血缘相亲 人文习俗相通,很适合作为台湾人才来大陆发展的第一站 所以他是一个高端人才,要适应大陆的一种模式 适应大陆的一种环境,能够先到海南来 他可以随意腐化了在这个地方,能够让自己很习惯地、自然地去进入到整个大陆跟台湾的交流 此次参访团一行在考察过程中密切关注海南的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和自贸港投资政策 多位台商在与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后 纷纷看好穷台两地合作前景 表示未来两岸之间要加强医疗、养生等大健康产业方面的合作 在这个岛上,他的政策更宽松,更多的优惠 所以我认为在这边,自贸港的这个地方更是我们台商应该好好来了解,来深耕挖掘的 此次到海南的考察,可以说收获相当的多 一呢,是我们了解到海南有这么好的国家政策 除了这个医疗方面的先进先行 而且还可以与国际上共同的接轨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次的了解,能够加强两岸之间的医疗合作 还有各方面,包括抗养、养生方面、大健康产业方面的合作 我想未来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跟商机 据海南省台办介绍 近三年来,海南全省新增台资企业242家 实际利用台资2.4亿美元 台商投资的领域越来越宽 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大健康产业等 正在成为台商投资海南的重点领域 2021年1月至9月 穷台两地贸易额达12.9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72% Hammond 京权 quest